我的寄居蟹终于到了 这股蟹本身是没有壳的 但是它会去寻找是自己的空壳哦 加紧的网上花了88块钱 买了三只寄居蟹 真想不到寄居跟我一样 你也喜欢吃叶子片 哇 这是给它们搭建新家的细沙子 一些小金壳 还有温水器 重点来了 小蟹蟹在这个小盒子里 这里面装的是水口吗 嘿咚咚咚的 我看到你了 是一只白色的壳 你看 它还会倒 其他两只在哪 哎呦你尝得够深的 哎 它也是活的 第三只小蟹蟹 出来吧 哎 这怎么一动不动 是睡着了吗 接下来就要给这个小蟹蟹布置新家了 把白沙倒进去 先做一个小沙拍 好喜欢的沙子啊 小蟹蟹们一定喜欢 放点水草吧 感觉寄居蟹还挺喜欢这种水草的 我们一个石盆里放海盐水 一个石盆里放淡水 毕竟寄居蟹是来自于大海 撒点小被铐在装饰 老板说为了给寄居蟹经常抵抗力 必须要洗一个海水澡 来吧 每每泡一个海水浴吧 哎 我觉得它们还挺喜欢洗澡的 一听到海水泥就变得活跃起来了 给你们准备了半天 终于可以搬进新家了 虽然这个家有点简单朴实 但是还是希望你们住的开心 可能是新到了一个环境 它们有一点害怕 但是我发现最胆小的就是这一只小灰 对就是这一只 它顺顺顺顺顺藏在海草里面 另外一只大灰灰也过来咯 它好像也想躲进来 我们看啥呢 这就是你们的新家呀 跟它们相反的是这只老白 你以为它只是想喝水吗 你们错了 它是想越狱啊 想不到每一只寄居蟹都有自己的性格 老白胆子最大 那两只灰色的寄居蟹胆子最小 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啊 老白的脚竟然断了两只 这个地方没有了 这也没有了 你打这么傻呢 不懂保护自己 来试试为它们吃椰子片 香不香 要不要来一口 哎呀 胆子太小了 你自己来吃 哎呀妈呀 它居然跑了 送上门的食物都不要 我严重怀疑这只老白是光蟹 它一直在试图越狱 来那我帮帮你 你看旁边的小灰已经开始打洞花沙子了 是想把自己瞒起来吗 它们只要听到一丁点动静 马上就会把自己藏的蟹和你 这致我保护意识好强啊 发现这些地狱蟹真的很喜欢装死哎 你看你动不动 睡着了吗 斑木来 太阳塞屁股路 你醒醒吧 老子们你们猜猜这三只螃蟹谁先翻身 小灰灰先把触脚伸出来 发现没有什么危险 马上翻了一个身 然后发现之前的水草不见了 有那么一堵堵的慌张 接下来大白开始翻身了 还有大灰也开始翻身了 只要稍微有一点点动静 它们马上会缩到空壳里 所以我躲起来的时候 它们才会开心自由的活动 对啊 有谁知道寄居蟹什么时候开始换壳吗 如果点赞让超过10万 我就给你们拍寄居蟹换壳的过程